五十一年成立了教主 那个就是我们坚守华文 捍卫华文教育的使命 直到今天我们从未改变 这六十多年来为了维护华教的权益 教统的领导人奋斗到底 甚至牺牲的也在所不惜 我们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确保华文教育的勇气发展 换了新的政府 作为教统的领导人 包括主席和各位和蜀会 我们对新政府有着很大期望 以为在新的政府的领导下 华教的发展会得到公平的对待 可是一年后的今天 我们还是要 继续的 像以往的